你今天吃了没有啊 我刚从外面回来 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 我都快给晒黑了 我们说像关羽小米11 奥特版的 这个版本也是非常厉害了 我是非常喜欢这款手机的 你想不想成为小米的米粉呢 我不是给他的打广告的 我感觉这款手机是非常的好 今天他就是 今天主角 其爱系运动的人都喜欢一款 叫做运动相机 这里的人都是准备一款运动相机 他这个运动相机的视角 是非常的广的 能拍到很广的视野 很广的前景 还有他这个运动相机 在你运动的时候 他那个页面 他那个视频页面是非常的稳定 这就是运动相机 能让很多人热爱他的原因 你喜欢他的原因 然后呢 我们说回来这个小米11奥特版的 他这个前后都是有屏幕的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后面有个屏幕对着你对着视频器说 各种东西 感觉是非常好了 这就是小米11奥特版 对很多人吸引的一种原因之一 虽然小米11奥特版是完美了 但是他也是有问题了 升级系统之后呢 他也是遇到很多不同程度的一些bug 打个一些使用不方便的东西 我们说一下讨论的比较多呢 镜头起雾 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网络云断的问题 前景摄影的系统问题啊 还有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小米11奥特版 想刷回以前的版本的话也是有提供的 最老的版本呢就是这个小米11奥特版的这个系统啊 最近是V13.0.9的 最低的是V12.0.9的 但是我看了一些网上的人讨论 还有一些粉丝给我私信 他们说那个V12.0.6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你使用这个手机正好想刷机的话 我建议去下载个V12.0.6的 好了 我们现在要打开那个小米的那个解锁软件 点这个文件 然后 同意登陆我们那个账号 然后这个账号呢 登陆后它会检测你那个小米的手机账号 是否解锁了 大家开机都首先要按下音量键的下键剪键吧 就是平时剪下音量那个键 然后再按那个电源键 这样子能保证你开机的时候 他能进入那个工程模式 我之前有刷过机啊 但是现在我是给大家模拟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我现在我的那个手机是该设备解锁 是会清理所有数据 大家在那个解锁之前 要把那个数据给备份一下 都备份你一份不然你的所有手机里面所有的手机会把它清理掉的 我的手机系统之前有刷过 但是我觉得那个04版的系统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喜欢 我现在把它刷到05版了 大家看到我现在我的设备之前我是已经刷过了 然后它是已经解锁不用我解锁 如果你的手机是第四解锁的话 它会显示这里要登登录你那个小米账号 到这边的话你点解锁 它会到这边检测检测 然后就检测完毕 检测完毕的话 你不要开机吧 你手机不要开机 把它关掉重新进入那个这个线刷软件 就这个 双击点 然后双击打开 然后选择你要刷那个米优的版本 我现在要刷那个米优12.05 就这个版本 然后大家选到这一层 那大家点加载设备 看到没有 然后你的编号就是1 我的就是1 这是我的设备 如果你编号这里如果是0的话 你会刷不出来 因为可能是你有一些bug的问题 然后下面还有那个下面这个 全部三手保留用户数据 全部三手并log 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 全部三手并log 因为你你解锁的时候 他已经把你全部收集都删除掉了 然后直接点全部删除 然后就点刷机吧 现在有个问题 他刷不了 什么原因我看一下 然后手动选吧 我之前也刷到了这个地步 出现了这个红线 这就是等于刷机是失败的 然后我知道有个问题在哪里 而我昨天刷机是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然后我昨天晚上研究到了23点30分 我觉得太困了就睡觉去了 早上我就再一次研究了一下 而我知道这个bug在哪里 他这个文件里面有个文件有错了 大家要找到这个文件把它给修改一下 然后把前面那两行给删除掉 然后大家单击右键 编辑 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两行给删除掉 二点保存 如果不保存的话你是打不开的 大家一定按照我这个步骤来 不然你们的那个所有操作会功亏一篑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奇迹时刻会会受限 加载了一下 好我们点刷机 现在现在就是可以了 大概等两三分钟的时间 他就把它刷接好了 然后你的手机会重启 大家静静的等待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照我那个那个操作步骤 把那个里面的那个文件修改一下 不然你的刷机会不成功的 行业人都说刷机要趁紧的 不然都是两行内 刷机之前呢 我劝大家要把所有备份的东西要备份好 不然你的所有数据钱都会一无所有 弄东西太烦了把它刷了一下 我没有我没有把它背中 然后把我所有东西都给删掉了 刚好我把那个他的那个小米账号 我有三分之二的收集 他上传到了那个云端里面 然后我装了系统又把它下载回来 对我损失还是蛮大的 然后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刷机成功了 那我损失了 我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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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及关注